City 咪咪 鴨子 你們想要 你們覺得西西是男生還是女生 西西是女生喔 你想要西西是男生 你想要西西是男生 哦哦爸爸怎么办呢 你想要男生还是女生 我两个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吗 那如果是女生 你会像疼我一样这么疼她吗 应该比疼你还疼 哦 my god 好吧 如果西西是女生的话 可能妈妈会有点吃醋 因为已经有点吃鸭子的醋 如果是男生会像爱慕音一样 还是很爱她 我本来是男生女生都好 给她 妈妈的爱 所以十年二十年后 三个小孩子长大 我相信他们在爱里面长大 会跟我们关系非常的亲密 然后也希望他们就是 未来可以很独立 很温和 不管男生女生脾气都要 很好 你呢对未来孩子们的气息 一样希望她是一个 好个性的一个孩子 要比较随和 当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跟主张 但是我会希望她是一个 在个性上会人能喜欢 看到她就会笑嘻嘻的一个孩子 我想今天有很多的阿姨们 来这里 来猜猜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个人是比较希望是个女生 因为女生是小三 那我就小四了 所以欢迎我们新的成员 即将在七月中 来到人间 也谢谢上帝 给我们一家又多了一个宝贝 让我们一家可以更和乐 更喜乐 感谢 感谢主